那接下來是我們指示器的教學 指示器 指示器在這個水龍頭的下方 這邊有個黑黑的 這邊前面有個凹槽 後方也有個凹槽 有看到嗎 有有有 這邊也有個凹槽 後方也有個凹槽 那我們需要用手指甲去把它扣下來 我們扣的時候 水龍頭會跟著動對不對 對 所以一手扶著水龍頭 一手扣 我們稍微往它 往下扣 它有扣下來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換手 換後面 後面前後都扣才拿下來 就可以順順的拿下來 喔 扣扣電池 對 那我們的電池在這邊後面 還有寫一個2032 這在便利商店 我們都買得到 OK 這好買 然後 剛才有說到reset 有看到兩個黑色按鍵嗎 一左右各一個 我們這時候就同時一些按 壓著 稍微等一下 上面的燈號會閃 綠色 黃色 紅色 嗯 就代表reset完成了 reset的意思是做什麼 就是說 每一次的綠星就要 因為我們變紅色 才知道要換綠星 那我們要reset之後 它才會重新再把你刷時間 OK 那我們裝的時候一樣 我們就順著下面的孔 來 這樣 有一個電池這一面 我們要朝上右手邊 朝著右手右方 對 然後從下面的孔洞 我們順順的放上去 嗯 再用手指往上壓 記得把它壓平 OK 它是像一個電片 壓平之後水就不會跑進去 除非 所以我們沒有壓到定位 就會有縫隙 水就有頭會跑進去了 嗯 好 這樣可以嗎 然後還有 來 接下來 我們兩三天不在家 那我會建議你 你打開水黃頭 一樣 讓它留個一兩分鐘 把裡面的下面 會流動的死水 會流動的水 我們俗稱死水 讓它置換掉 變個新的水 你再來做營用 就比如說過年不在家 出國回來 對 回來 火箭飲就留個一分鐘 那裡面的 舊的水 換一批變新的水 我們再做營用 然後還有 接下來這邊 我們遇到洗水塔 或停水 嗯 前 我們 建議師你先把它關起來 嗯 關起來之後 送水的時候 我們打開 原本的自來水龍頭 因為 停完水 或者是洗完水塔 剛開始起動的時候 水都會比較沙 我們就讓它流 有一陣子之後 我們再把 浴水機打開 嗯 我們再來用 哦 就是保護說 因為有一陣子 像那個颱風天 那水超黃 對 沒錯 就不要浪費這個濾心 那麼過濾 對 不要讓它過濾 我是建議啦 對對對 你就是 讓它先流一下 讓它變成 正常的水 我們再來做用 哦 了解 對 因為 你假如 這個 你假如都讓它進來的話 就會衍生我講的 有可能 還沒亮紅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出水一樣變小了 嗯 就代表我們的 異形塞阻 阻塞 對 嘿 那你了解嗎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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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